这把最后能保平啊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吧 没啊 现在我上了椅子啊 我旁边真是一台30%的遗产机啊 但很明显杰克也知道 所以啊挂过来守住了 此时傭兵啊半血 做水家满血啊 做水家准备卡一下血量来救我一波 结果被杰克发现了被打了一刀 极限把我救下 傭兵那边才刚开始修啊 这种情况我想转点也是非常难的 我再次被打倒地啊 此时做水家去补独斗的遗产机 佣兵过来救我 你们仔细看这一波 杰克是给了多大的机会啊 首先是啊 佣兵半血把我救下 这没啥好说的 关键是半血的佣兵还给我扛了一刀 这谁敢信啊 这杰克得有多自信啊 才敢这么出刀了嘛 那我肯定直接走了啊 接着杰克又给机会了啊 他没有去守移机子 也没有来追我 而是挂上佣兵直接守椅子 他这是完全不知道那边机子情况啊 内海机啊 目前也才一半多而已啊 这么给机会的吗 那不好意思啊 直接等压好密码机啊 我们再追究用兵啊 结果也没有意外啊 直接拿下平局啊 你们仔细想一下 如果你是杰克 你们会给这样的机会吗 自从用兵半血救人之后啊 他连续多次给机会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唯一的一种解释就是啊 他以为机子快压好了 所以他急了 那大家玩今晚的时候 可千万别这么着急啊 着急就会给机会啊 ok 许会的兄弟们 记得关注一下赵老师啊 以后会做更精彩的实战教学啊 给大家咯 也在你最后会询吗 我十月 standardized啊 常识的之 Terror kt 脚冬到了